你看有人要过马路 必须要让 必须要让他走完 后面也不会催你 边上有个人 或者边上有个车头伸出来 不减速 也不减 不减速 绝对不可能有人这个时候穿出来 这个是教练说的 你不要去理会旁边的 边上有车出来的看到没 你不用管他 你直接往前开 他绝对不会过来怎么样 你看到那个tomale了吗 对看到了 就这个tomale就是一时停止 你一定要停下来 左边你开到这里 就是说有人跟没人都要一样 对对对 像就是一个临时的红灯 你要左边右边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人 主要是那边 就没有车过来你才能够开 然后你看前面又有个tomale 在右前方有个标志tomale 就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停下来 就当他当是红灵灯 对一个临时的红灯 你必须停在这里 你看他示意了一下 就是我们在跟着他的时候 也要跟他保持一个车距 就不能贴在他的后面 前后的 你看有一个行人要过 我们就要让他 他还小跑了几步 在国内开车好像是 谁比较凶谁就能过去 对吧 看谁凶谁过去 你看有人要过马路 必须要让 必须要让他走完 后面也不会催你 后面也不会催你 可以走 看一下有没有车 没有车 确定没有车了 可以开 这里有 就有人要过马路 要让他 过马路 对 你看就他要过马路 你看他很客气的点头 让他他就点头 谢谢你 这种方面就很可爱的 就是你遇到汽车的话 如果你让他 他会闪双黄灯 然后就是很礼貌的回应你 你看又是一个 fumiki 必须要停 铁道 你看他也停了一下 对不对 我到这里一定要停一下 哇 他刚才 那我不能过去了 你看前面已经开不过去了 对 我现在过去 屁股就在铁道里面 对 日本很多这种路 都有这种列车 就是说 如果说你直接去 换驾照什么的话 你没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很多的交通规则 你不了解 一定要自己去学 现在就可以过了 因为他交通规则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让你 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不是为了罚你 我们左手边就五点 会不习惯 上来会不习惯 打方向盆的时候就左右 会不习惯 对 就经常就开到雨关 有时候想转个弯 然后开雨关 对 绿灯的话 一般在国内 你要减速慢行 对吧 嗯 在日本的话 千万不能减速慢行 在日本减速慢行 那要属于危险驾驶 一定要踩着油门过 考试的时候老师肯定要跟你讲 就教练肯定要跟你讲 就是你过路口的时候 脚都不能放到刹车上面 这么 对 过路口大家都是轰着油门过的 对 就不用踩这个减速啊什么 不能踩减速 踩减速后面的车可能还要追尾 对吧 今天这里有堵车倒是比较的少见 你看前面我左边车倒没有车 对不对 然后后面那辆车 它可能在发呆没看见 后面也没有车按喇叭 嗯 也没有人催它 对 就停在那里 嗯 好奇怪 嗯 它现在开了开了想起来了 这个发呆 对 没有那辆吧 就没有没有人提醒他 就就大家都等在后面 对对对 就 如果在国内的话就会逼逼逼 对会闪 至少会闪你吧 边上有个人 对 或者边上有个车头伸出来 对 不减速 也不减 不减速 不可 绝对不可能有人这个时候穿出来 这个是教练说的 你不要去理会旁边的 你是直行道 或者你是主道 你是绿灯 你就往前开 你看边上有车出来的看到没 你不用管他 你直接往前开 他绝对不会过来怎么样 哇 你能是这样 现在后面有车跟着我 但是如果路边看到有停车场的话 我要停车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这时候要闪双黄灯 那后面的车知道 我要停车了 那么他知道 就如果说我直接停下来 他就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对他就蹦 对他没有 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看前面有个空的停车场 看到没有 空那个字白色 我要停那个 但是我后面有车 所以我挑双黄灯 告诉他我要停 他就要 他就知道了 你看然后路上还有自行车看到没有 前面前面有自行车 我让他过去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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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